第518章 姚一姚 小说都重生了谁谈恋爱啊 作者错哪了 拼团与支付宝的合作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 而知乎和微信的合作则更加让人惊讶 两家大厂下半年的主推项目几乎都是自家的命脉 却全都选择了和同一家团购公司合作 这件事很快就在投资圈里引起了广泛热议 而事实证明腾讯与阿里的眼光的确实敏锐 尤其是支付宝在烧钱杂优惠和拼团精湛的业务配合之下 其用户增长数量令人折舌 网购到家团购到店线上买菜商品严选 移动支付市场在这场推广之中渐渐启示 开始更深层次的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以后大家出门可能都不需要带钱包了 手机机支付将无孔不入 很多人都开始意识到 也许这就是未来 而此时 一名叫做李承东的男人已经开始汗流加倍了 他是财富通商务部经理 就是当初让江秦窟等四个小时而不露面的那个 李承东本来还觉得自己处理方式挺优雅的 所以到处跟人说起这件事 想表现出那种不是谁想见我就能见我的姿态 他觉得拼团得不到第三方支付软件的支持 迟早是要垮的 而大众点评作为目前除拼团之外最强的购物网站 肯定就会后来居上 结果这回好了 拼团和支付宝合作了 四大一线城市的广告全部铺开 蓝黄相应 连他们总部大楼下面都是 几乎是贴在了脸上 想看不见都难 另外还有多家媒体联合跟进 不断地发表着团购加移动支付将改变未来的看法 所以李承东内心多少都有些忐忑 不知道公司的高层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找他 结果不出所料 他今天刚来到公司就收到了顶头上司的邮件 问了他关于拼团球合作的事 然后叫他来会议试一趟 李承东在西安区抽了根烟 缓解了一下焦虑 然后推门走进了办公室 站在了几位高层领导面前 不想合作可以不合作 明确说明 友好拒绝都没有问题 可你是有多大的架子 让拼团的老板等你四个小时 这件事是我考虑不周 仅仅是考虑不周吗 他现在手里有两个估值近百亿的项目 深入布局了生活服务领域 就连阿里都想投资入股 你到底怎么想的 我只是考虑到了与大众点评的合作 那你是觉得 替集团拒绝一个潜在的合作伙伴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不是 对方既然能主动向七经理 提出微信项目的合作 成为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明显是对我们企业有好感 你竟然连拒绝都拒绝得这么难看 对不起程总 这件事是我的错 既然你知道这是你的错 那就赶紧去道歉 争取获得对方的谅解 把影响降到最低 腾讯做的是社交领域的生态布局 而阿里做的是电商领域的生态布局 相互之间的侧重点不一样 但这并不代表 他们后续不会涉足别的领域 事实上 当企业发展到他们这种规模 基本都有把所有产业 全攥在自己手里的的感觉 就像阿里一直对社交领域跃跃欲试 希望自己也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社交流量池一样 腾讯对电商行业也一直有所试探 结果李承东帮他们 把一位掌握着庞大线上市场 有些无数线上付费用户的合作商拒之门外 还让人家白等四个小时 简直失了志 从会议室离开以后 李承东忍不住叹了口气 然后就开始组织措辞 并对着电脑屏幕练了许久 这才拨通了江琴的电话 说实话 这对他来说 着实是很丢人了 他觉得 对方还不一定会怎么数落自己 或是冷嘲热讽 但更让李承东难受的是 江琴一直没接 任由他一想到底 想两边交好 并不是意味着 谁的面子都要给 有时候稍稍地展现一下脾气 也比较符合他这个年少多金 又帅气的大学生老板的人设 江琴把手机丢到一边 召集拼团总部的成员 到会议室开会 总部员工最近都已经分批出去捋过游了 有的明显晒黑了不少 但精神头要比之前足了 有人说 员工的精神面貌 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一家企业的现状 而拼团无疑是蒸蒸日上的那种 由支付宝出资做的 这波联合宣传 效果非常炸裂 八个字的评语 花别人的钱就是爽 不过移动支付 在二三线市场的普及率 短时间内不会太高 所以 各分站的任务重点 是帮助恒通货运在一线城市建立供应链 另外 通知一下苏奈 安排一个技术小组 按之前参考过的那套物流源仓储管理系统 做一套出来 引入到供应链建设当中 还有今夜头条 搭载算法之后 可以做一波集中推广 还有 知乎那边对微信和支付宝的推广持续进行 但不要太过密集 还是要保证用户体验 会议结束之后 各部门按照安排召开分部门会议 开始去调整下半年的任务重点 而江秦则伸了个懒腰 开着车返回了林大 今天是烈日炎炎的开学季 林川大学的门口 到处都是雪白的美腿 与纤细的小蛮腰 在学校门口晃来晃去 美不胜收 步行街的中段 则搭起了好多帐篷 挂上各个戏院的名牌 开始迎接新入学的学弟学妹 还有不少找不到对象的浪荡学长 在门口左右徘徊 带着一副孤独忧郁的眼神 伺机寻找着目标 遇到一个美女 就双手插兜地走过去 激发道 又温柔地 要帮人家拿箱子 江秦开着车从中经过 一路看遍了学妹们娇嫩的美腿 最后回到宿舍楼 推门进入 宿舍里的三个货 正光着膀子坐在桌前 一边吹风扇 一边逗地主 脸上的条子 足以证明 他们打的时间应该不短了 姜哥 你回来了 我有个事情想问你 什么事 我买了个新手机 里面自带了拼团和今夜头条 但我为什么删不掉 任自强拿着自己新买的智能机 指了指上面的两个御装软件 江秦听完以后 嘴意外 能删掉才有鬼嘞 我可是交了钱的 我靠 还能这样 一点点狗招而已 怕你不知道去哪下载 提前就给你下好了 又怕你不小心删掉 所以帮你设定了无法删除 暖暖的 很贴心 任自强听完之后 有些窒息 我这手机的内存本来就小 姜哥你太霸道了 江秦也把短袖脱了 搭到了床上 你可以把别的筒筒删掉不要 只留拼团和今夜头条啊 这是人话吗 也可以留个支付宝和微信 这俩 是我的合作伙伴 任自强张张嘴 微信不是腾讯的吗 我还在努力挂QQ圣太阳 姜哥 你就已经和马化腾是合作伙伴了 姜秦点点头 小小的合作一把 那你应该对着我曹哥啊 怎么坐脸上了 曹广与大妈妈妈屁 我他妈暑假 就被资过了 他还是上门资的 姜秦拿过任自强的扇子 扇了两下 你们用过微信了没有 好用吗 任自强想了一下 登上去看了一下 感觉和QQ没啥区别 可是我都已经有QQ 为什么还要用微信呢 微信产品定位的 就是简单方便一操作 在移动端市场 会比QQ更受欢迎 受众也更广 老任 你爸妈会用QQ吗 任自强摇了摇头 我爸妈连QQ是什么都不知道 这就对了 你爸妈不会用QQ 但可能再过不久 就会用微信了 QQ属于陌生人社交 而微信主打的 还是熟人社交 任自强张大了嘴巴 我爸妈初中文化 我都想象不到 他们用智能机 更不用说微信了 江秦拍拍他的肩膀 放心 你终究会加入 相亲相爱一家人 这个神秘组织的 在学校里 推广新软件 还是很容易的 毕竟大学生 是比较喜欢新鲜事物的 而且智能机上市时间不久 好玩的APP 还在少数 其次 为了迎合新生入学日 注册微信 还会送杯子 毛巾 衣架 卫生纸 另外微信 还有个 比较信任的功能 就是摇一摇 自打这个功能上线之后 林川大学的操场上 每天都有男生手机不离手 咔咔就是一顿摇 希望能够摇出个女神出来 当然了 女生也喜欢摇 每次都希望可以摇出个帅哥 但他们 也许不知道 女神帅哥 都去线下摇了 哪有时间在现有 不过因为微信的界面简洁 操作简单 所以很多班级 都建了自己的微信群 整天在里面八卦 金融三班也有一个 加进来的 大概有二十多个人 蒋田 宋秦秦 简纯 潘秀 他们每天都会在里面聊天 见到江秦帽炮 就喊男神 另外 冯丹叔他们宿舍 也建了微信群 还把他也拉进去了 整天在线破坏 他们纯洁的友情 高文慧 江青 快出来 管管你老婆啊 他今天吃了太多冰激凌了 冯南叔 我没有吃很多 刚到酒店 人饿透了 本章完 全民众意识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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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很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